哦对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不过因为它有出来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有录到吗 这边有讲到启用Windows 那因为我们在学校教育单位 这些东西都是有合法授权的 那只是说呢 它灌录了之后 它一段时间你要连上网 它才会再给你认证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要连上网 那我这台电脑是没有接网路的 很特别哦 现在还有没有接网路的电脑 对啊 因为我搬一些东西 到一间封闭的教室 比较不会吵人 它这个就 这个电脑也很少用 然后就一直 所以它是没有接网路的 因此它才会出现要去认证 我只要接上学校网路认证一下就过了 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而已